眼镜蛇是一类毒蛇属于眼镜蛇科Elepidae 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蛇类 以下是关于眼镜蛇的一些主要资讯 外观特征 眼镜蛇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部呈扁平状 头部背部具有带状图案、形状似眼镜因此得名 它们的身体通常细长,呈现出各种颜色和图案 包括黑色、棕色、黄色等 生活习性 眼镜蛇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森林、草原、沼泽和农田等地方 它们通常是夜间活动的 白天多躲藏在洞穴、树洞或树木下等地方 毒性 眼镜蛇的毒液含有神经毒素和血液凝固毒素 并且具有强烈的毒性 被眼镜蛇咬伤后 可能会导致神经系统症状如呼吸困难 肌肉麻痹以及出血和组织损伤等情况 繁殖 眼镜蛇是卵生动物 雌性眼镜蛇会在适当的地方产下卵 卵孵化后会产生幼蛇 幼蛇出生后通常会独自生活直到长大成年 文化意义 眼镜蛇在某些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 被视为神圣的动物或邪恶的象征 在印度教中 眼镜蛇被认为是神灵的坐骑 有着特殊的地位 总的来说 眼镜蛇是一种具有特殊外观和强烈毒性的蛇类 尽管它们在生态系统中起到重要的角色 但人们在接触时需要格外小心 以免发生意外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